我看了一下 AI给出的推荐是这一招 就相对好像温柔一点 这个地方AI是要比人类强很 对 在这个接触 我根本一不上计算 那AI既然这么说 那就是这么回事 对 11月17日 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其身聂卫平与世界冠军张璇 结合AI对棋局的分析 一同挂盘讲棋 他们所讲的棋局是 2024年第六届中日韩 聂卫平碑围棋大师赛的决赛 由胡耀宇八段对阵王兴浩九段 本届聂卫平碑 16名中日韩棋手 分为中年组青年组进行争锋 两组中的第一名进入决赛 在围棋两天的比赛中 AI成为赛场上的一大亮点 首轮比赛中 前世界围棋第一人李昌浩 不敌中国棋手周贺阳 赛后 李昌浩便与其他韩国选手 用AI进行复牌 确实复盘也好 练棋也好 我都会借由AI来学习 李昌浩的老对手 古力九段表示 自己也习惯散后借助 AI分析盘中思路 对要说现在比较正式的一个比赛一般下完 包括年轻的棋手 他们都会用AI来复盘来分析 局势里面的比较关键地方的一个对错 我们这一代棋手还是想先跟对手复盘交流一下 然后回去再研究一下AI 看看自己的思路对不对吧 我们反正以借鉴为主 AI的作为一个工具来说 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后我们自己再结合自己每个棋手风格 然后自己做利于自己的一些判断 觉得AI的作用肯定是延长我们棋手的一些竞技寿命 青年组方面 日本棋手福岗杭太郎 布迪和上级冠军王兴浩九段无缘次轮 福岗杭太郎是第二次参加聂位平碑 他希望通过比赛不断提升自己的棋意 最近这种世界级的新锐邀请赛业比较少 去年和今年都有来聂位平碑 因为可以和中韩顶尖的新锐棋手交流 也想知道自己跟他们有多少的差距 我也常常跟爱对局 会让自己的棋意进步很多 我也常看一些世界赛 顶尖棋手对爱的研究也是非常深 所以我也希望之后能够尽量多去用爱 作为奇坛老将 胡耀宇先是在中年组决赛中立刻鼓励 随后在决赛中战胜王兴浩夺得冠军 胡耀宇认为自己能保持一定的晋级状态 AI起到了一定作用 AI可能对于我来说 肯定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因为AI的话其实是把双刃剑 就是看你怎么去解读它 解读了好的话 肯定会带来收获 如果没解读好 其实还是有弊端的 那可能我作为老同志 可能对奇的理解 可能更深刻一点 所以可能AI对我来说 应该会有更好的帮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